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美国是不是临床测试武汉肺炎的疫苗 其实我们上个星期有提过有六七间的制药公司 都已经在开发这个武汉肺炎的疫苗 其实有两间已经声称会有一些成品制出来 而其中一间就刚刚在我们上个星期节目结束之后的两三天 就已经开始招募第一批的测试者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那个疫苗的开发 那个需时就大大缩减了很多 然后就是临床的阶段 就是可以马上进入临床的阶段 我想这个也颇记录 因为我看以前的药 如果那个美国的药物检查的过程 坐底都一两年了 这次我相信因应就是那个疫情是来势匈匈匈 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是看得出它是很快拿到那个临床的批准 就让它去做临床测试 但是这里有两部分 其一就是那个科学的过程 就是说这个药它由它去研发 到它去推出 这个一个过程 这个一个科学过程 但另一个过程就是那个官僚系统的过程 即是哪些人审批 后面那部分我们不讲 但是现在你看到是不是 就是我们估计 比如说官僚的过程 它应该禁止很快 但是科学过程你不可以禁止 即是你不可以偷捕 因为偷捕了错 就有很多问题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过程 本身是不是说 它是真的压缩到那个研发的过程 其实是这样讲 我们上个星期那一集有提过 其实为什么现在可以快了那么多呢 我就会说它不一定是压缩到那个 审批的那个时间 而实际上去研发那个时间 是因为这套新技术出现 而大大缩减了 那我也都请教了一些 有相关认识的朋友 就问一下就是说 这些新的 这些疫苗开发的平台 平时那些流感针 可能又要玩一只鸡蛋 玩很多日 那样的 还有现在这一代是说 用这个RNA 或者是DNA层次的那些 疫苗的这些这样的想法 究竟那个基本上的分别在哪里 还有为什么省到时间呢 其实我请教过一些专家 他都给了一个很形象化的答复给我听 就是说 你无非都是想刺激身体的免疫系统 你刺激的方法就是希望能够 去复制到一些病毒的蛋白碎片 然后呢 你想你的身体认得到这些碎片之后呢 到真的有个病原体来的时候呢 你就懂得去杀它 那好了 怎样去找到对的这些碎片呢 你说如果好像麻疹 就是很多其他的疫苗 你是需要拿一个现实上的病毒 来把它弄到它没什么活性 那当然就是有一个 就是你听到就好像有些风险的东西 但是当然 如果整个疫苗本身呢 已经是适当地处理 运送的过程是适当的时候呢 应该的风险是很低的 而这个风险低是有一个 临床的测试结果去验证的 那好了 如果这样都还是要担心 新的技术呢 我想也都可以完全去解决了这些疑话 就是说呢 我们去找一些适当的mRNA 因为这种mRNA呢 它呢 就懂得帮我们教我们的身体 去制造了一些免疫 就是那个病毒蛋白的碎片 这个阻止了你 所谓m字头的那个 小草材不是粒线体 不是 那个不是mRNA 是指的是messenger 一个叫messenger RNA 不是mRNA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你有了这种mRNA的东西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呢 怎样由一个人 或者任何一个生物 它怎样由它的遗传资讯 DNA那里 去慢慢去教这个身体 能够整出 长出我们这些肉体 和这些身体结构呢 的一种过程 那中间的messenger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RNA 本身就好像一个messenger那样 去帮我将这些DNA的资讯呢 将它是叫做去偏移 然后教个身体 去做出一些我们需要的蛋白质出来 而这个蛋白质就是 根据那个遗传基因DNA的资料 去制造出来的 就是就好像有个蓝本 但是有个蓝本 怎样去print 出来呢 那中间呢 你会发觉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在 那那个mRNA呢 其实就是一件这样的东西来的 那现在就 大家就希望去做到这个mRNA 让它懂得做这些病毒碎片出来 再去刺激身体的免疫力 那其实那个 省到的时间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你如果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自己去摸索了 去做一个适当的蛋白质出来 那些蛋白质呢 你也都要找到对的 那个蛋白质的摺疊可以是很复杂的 然后呢 它可能是摺疊了之后 你也都需要找一个方法 去拆走了一些没用的 甚至乎是 可能是造成一些 不是那麽理想效果的 一些的蛋白质出来 就只是留一些 我们有用的蛋白质在那里 而且它的蛋白质 不同形状 不同功能 那些 你都需要时间去试的 所以呢 你发觉我们那个手工太粗糙了 你想一做就做到我想要的蛋白质呢 就是病毒表现出来的蛋白质呢 是一个 你可以想象是 用一个很粗的手指 尝试去做一个很精细的刁剁的 这件事 所以呢 就很难的 但是如果呢 我们是有一个MRNA在那里 由它做出来的东西 就一定是准确的 OK 那摺疊 多数会是对的 嗯 那现在 我再自然问就是说 那是否代表着 成功率一定是很大呢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原来有一个呢 就是原来 由它们自己给出来的消息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你说真真正正 由MRNA技术 做到第一只疾病疫苗呢 原来是之前没有试过的 哦 就是我们是有这套技术 但是我们没有试过 这样去做 那其实没有试过这样做 是不是代表着 一定可以还是不行呢 那我自己去做一个 尝试做一个估计判断 就是 其实都很似乎那是什么病 那然后 就是做了出来 我想一个最难答的问题就是说 我将这些这样的疫苗 这些所谓的MRNA 这些这样的东西 去打了我的身体之后 去教我的身体 去做一些病毒的碎片 外壳的碎片出来 那那个碎片的量 是不是有效 而足以令到我整个身体 可以产生足够的免疫力呢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这样东西呢 你不去到临床测试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是啊 那我听你这样说 就第一个感觉 这个都是倒一波的 后面那里呢 我就开了一个网页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就是什么叫Messenger RNA 那我看完之后 我发觉自然界 都是相当神奇的 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 自然界的一个机制 可以令到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 那你刚才提到的就是 打了进去之后呢 那是不是那些测试的人 都要打回一些 武汉肺炎的病毒进去呢 其实就应该就不用的 我现在看 它现在的临床测试呢 我想和我们以前介绍 HIV那会有些不同的 其实主要呢 你打了进去这个人身体之后呢 我们就去找一下这个人身上面 会不会已经产生到抗体 那现在我们不是肆虐啊 也都不同这个 就是和HIV的情况 这个是疫苗啊 这个不是药啊 这个是疫苗啊 是的 其实那个情况呢 大家用回 大家去打这个肝炎针的经验就可以了 那以前我们说 打这个甲乳型肝炎那些混合针呢 那你要打三针 那之后呢 就需要 那有效期五年而已 那我那时很乖 很听话 那真的走了去打 那之后呢 足够五年的时候呢 那我看到 就是 我又去查一查 那原来呢 就是当时打的人 就跟我说 他说呢 那你想测试自己 有没有免疫力呢 就你不一定 就是你不一定再打过的 你不如给一个便宜的钱 我和你只是测过抗体 如果测到你已经有抗体呢 那你放心 就是你就不用打的了 那结果呢 我其实就给了一百 就是如果你要再打呢 你其实要给几百元 但是我给了九十元一百元 檢查了抗体之后呢 那发觉我还有抗体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我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打了 就是 其实就不需要你真的去幻想那种病 去测试你没有那个免疫力的 那究竟哪一些的疾病 可以这样做 和不这样做 我自己也没有知识去一概而论 就是就算那个 先前说外资病疫苗的测试 他们都需要把它 放在一个实际的环境那里 来做一个很长时间的临床追踪研究 才能够去测试得到 就是 就是究竟什么为之是 就是 愛知病免疫力呢 那个的意思 我想可能这里是会複杂一点 但是呢 我愿意相信就是 比如对于沙士 对于武汉肺炎 这些这样的抗体的测试呢 尤其是当我们现在已经有现成的康复者出现了 那那个抗体本身的特征呢 我们应该很容易去测试出来的 那就是今次的技术 就是再重复一次 上个星期都有提过的就是 就很有賴我们对于这个 武汉肺炎病毒本身 这种冠状病毒这一类东西 那个基因淘宝分析 就有一个非常之 详细的一个认识 从而令到我们能够 而且它的资讯量也不算太多 我们可以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大约知道它哪一部分 是负责产生它什么 外壳的哪一部分 我们只需要拿到这部分的资讯 再拿到这部分资讯 对应的那个mRNA 那就其实基本上 就好像在模仿这个病毒 去生长外壳的过程 但是当然我们只要去生长外壳 就不是要生长其他害了人的部分 就用一个这样的方法来制造疫苗 所以是很精准的 就是那个mRNA 它制造的东西 不会多不会少 那相对就是一个 真是一个又先进又快手 又安全的一个技术 是啊 我想起英文的一个说话 necessity is a model of invention 如果不是这样的逼法 这次我想没有这个 就是用mRNA这个方法 是没有那么快可以拿到来做实验的 是啊 还有一个我都要补充 其实上个星期我们都提到 就是除了一个叫mRNA手段 还有一个是要用DNA的手段 其实我会理解 两种手段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你走到一个更加高层次的程度 来去制作一些你想要的病毒碎片 那其实呢 应该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有另外一个药厂 已经是声称自己都制造了一个 一种DNA的疫苗制剂 它那个疫苗里面所藏的东西呢 不是一些病毒 也都不是mRNA 而是一些DNA 但是呢 我请教的那位朋友 他都提醒过我了 就是这些呢 带有DNA片段的这些这样的制剂 其实都有少少 就是一个道德上面 或者是一个风险上面的考虑在那里 就是始终那个DNA 牵涉到一种的遗传资讯在那里 那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呢 就是我想以他们的知识理解就是说 它相对于mRNA的忧虑 就真的很清楚它弄到什么出来 那DNA那个呢 就可能会背后潜在着一种 多一些的其他的可能性在那里 但是估论怎样呢 那现在呢 那个DNA那里 就是我也没有一个新的消息 但是就是我愿意相信也都很快呢 可以获得到批准去做这个临床的测试 我都同意的 现在因为市吉马行田 很多东西我想他们都要偷步的了 那这里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样是刚才提到的副作用 就是不是mRNA 我们理解应该它的副作用应该相当于少 就我自己理解啦 就是似乎都是一个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方法 但是就没有试过有一个疾病 是真的利用这个技术制作到一种疫苗成功过的 那如果说我们先前债卡病毒呢 其实它是用DNA技术那种的 那其实这个就是临床测试了是有成效的 那未来究竟譬如说HIV病毒 也都可不可以循这个进路呢 那现在就继续研发当中 那另外就是关于那个 就是DNA那里的那个临床测试 也都有一些东西可以去补充一下 那现在第一阶段呢 其实他们会请45个临床测试者 有男有女不同的血统地位这样 那然后呢 他们就会在隔了第一打第一剂之后呢 再隔28天呢 是会再打另外一剂 可能是一种加强剂的作用 我不清楚 就是究竟他们怎样设计这些这样的疗情 那老实说我也都没有一个专业知识去理解 那我相信他们有一个套路 有一个原始的剂量 和应该隔多久这样的样子 然后再隔一段什么的时间来去查那个结果 那这个时间就没得压缩了 这个就是我们由收到那个病毒的DNA蓝本 到去开发疫苗的时间 现在你发觉可以非常之短 就是说是以升期的时间就做出来了 但是那个临床阶段就没办法去压缩了 那你万一出错的时候 那你不要说什么政治上的风险很大 你那间药厂都被人告到飞气了 那政府也负责陷了 那这个我们不说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 你估计那个成本高不高 我愿意相信就应该到真的去量产的阶段 反而不高 那始终是一种新的技术 那你能够掌握到这种技术的机构也都不太多 那但是我愿意相信审批的人 他对于这个技术本身的专业知识应该都是挺充足的 因为这件事本身 不是说突然之间标出来这一两年的技术 其实都酝酿了十年八年的技术 到现在就成熟了 甚至乎在寨卡病毒那里我们有成功的例子 那如果是做mRNA的话 那他们都应该有能力去 有个专业认识去评估到里面的风险是有多大 是啊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这种新的方法 你估计将来应用在其他的疾病方面 会不会有启示 我自己其实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上个星期 就会用这件事来说 其实我愿意相信 这个都是一个制作疫苗 很革命性的一个成果来的 甚至乎如果看回很多这些网上的介绍 其实从去年开始 和前年年底开始 已经是很着意去介绍这种新制作疫苗的平台 那不过我自己还没够醒目 原来寨卡病毒 已经是这么快能够整成 都是受惠于这种的技术 甚至伊波拉原来都是这样 是啊 当前我们真的错了 是啊 原来现在这种技术 到今时今日 是成熟的一个地步 就是我自己 如果纯粹叫我乱这么猜也好 我都挺愿意相信 最率先能够开发到疫苗的技术 应该如无意外都是这种新的技术 是 是 是 那你提一提了 就是它开发的地方在西亚图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们有位网官听众 就是在西亚图 其实西亚图应该是全美国 爆得最厉害的地方 这个城市 那另外一个 就是相关的题目 就是 现在好像似乎 有新发现就是 这个病毒呢 它感染了之后 它要大概三四天才开始发病 就是有那个病征 是不是 其实我们自己是 就是当这个病 还是在亚洲那里 尤其是在中国那里去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有去留意到有一些就是 没有病征的传播者的病例 那其实这件事情呢 就再当你传到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英国呢 就应该出了一个新闻的 就报道了 其实这个病毒本身 在正式有这个病征之前的四五天 已经可以具备一定程度的传染性 那为什么我都相对用字比较保守呢 那其实要再加上另一个东西来说的 那其实呢 在研究现在这个病毒的变种 病毒株 就是他们用一个这样的字眼 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呢 就原来发觉呢 这个病毒本身 都大约是可以变成了 大约是两大类的了 一类就是呢 它的传染性是高一点的 但是那个致命率是低一点的 但是另外一边呢 就相对是那个致命率是高一点 这些大传染性是低一点的 的两大类 就是会 其实我想到隔了三五年之后 做回重新有回事后的评估追踪呢 我想就有一个更加清楚去 研究回这一种病毒 究竟它那个变异是变异得几快 那现在看得出呢 它的变异应该不算是太快的 但是因为那个感染量实际上太多的关系呢 都已经可以量到一些 观测到的变异出来了 那这样东西会不会也都影响到 那个疫苗的效能和进度呢 这个也都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 就是对于我们 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呢 我想就是说 第一 就是我们 外面有人就说 没有病征不戴口罩 OK 这个传染性有高有低 是有多容易死的 原来现在就是说 这个问题还是正在回答的 就是你不能说是一概而论的 那尤其是 如果现在在英国那里 也都再次去认证了呢 没有病征之前 也都可以有传染性的话呢 那那些所谓很多的政府机构部门 甚至乎去到世卫这样的组织 就是说有病征才好戴口罩 这个说话呢 就废了 就是 反而就是说 香港人借住 我们之前那个 去对抗广东肺炎的经验呢 我们就是懂得 及早去预防 就是 当那个政府 还没有去很积极介入的时候 就是人自己本身 已经很积极地去 搶着去预防 也都甚至乎 我们虽然看到 现在去到那个疫情 是 可能是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要说下降趋势 但是我绝对不会用 受控这个字 因为你一放松的预防呢 又弹上去了 所以不是受控的 那直至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仍然很积极地去 就是去做一个防护 那所以其实就 真是不可以松懈 真是不去到 就是隔了14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 没有新确疹呢 都不要松懈下来 甚至乎好像澳门的例子 它已经是全部医院清空了 跟着也都是连续 差不多是成一个月 没有新的确诊了 但是都要提防 就是说 又重新有外来传入的个案 而且这个外来传入的个案 可能是一个 已经是有轻微变种的病毒株的时候 那其实可以给出来的麻烦 也都是更加大 我想现在世界全球 就是能够在这个疫情里面 做得最好 应该是台湾和澳门两个地方 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你提到 就是世卫的那种说法 是犯了一个极大的失误 这个我相信令到很多国家 现在相当之严重的疫情 其中一个原因 现在以你提到 或者刚才你提到的口罩的问题 意大利做到尝试就是全国 因为我们在做节目 我们也提到全国是 全国是 隔离的 封锁 你觉得效果 会不会牵不牵着呢 就是防疫方面 其实这样说 这里也要看大陆自己本身 他那个经验来说 你只要是减低群众接触 和去隔绝这个人流的活动 是有效的 但当然了 你也要再加上 就是说 人之间那种 究竟你能不能够限制到 连人身自由都限制了 令到它尽量减少互相的接触 因为在那个 未能够制造到疫苗之前 你其实一个唯一的方法就是隔绝 等于你没有办法去有足够的水 去撲拭山火的时候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去隔绝 令到它那些不要一个全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 我直接说是 物理上一定有效的方法 但是就是你能够执行得很彻底 但是我去过意大利 我也理解到 为什么意大利会爆得这么厉害 有些人就说 意大利的男人就比较脏少少少 不洗手 我不敢说 因为没看到 但是意大利人如果他 心情比较轻松的时候 是讲很多东西的 嗯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嗯 我都愿意相信大家的文化上 就是那种身体的接触 会是比较多 就是大家可能就算是 男性朋友男性朋友 很久没有见大家的那种 那种抱 那种 就是会是一种很平常 是 那就是我相信真的那种 不要说意大利 可能是欧洲人本身那种的 就是文化呢 那都是令到这件事传播出去 但是我觉得更加危险的是 就是说 大家对于没有病 就不用戴口罩这个观念 就非常根深蒂固 就是这件事其实就建基于 就是说 大家知道自己有病 就去保护别人 那我觉得不是一个错的一个习惯来的 但是现在一个问题 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当你未意识到自己有事之前 原来你都有可能传染到被人 这一个就是最大的原因 最大惡是这件事嘛 是你那个病毒在你身上 但是你最初你是未有事的嘛 那现在整个错误的概念就是 你到有事的时候你才带嘛 就不是作为一个预防的措施嘛 但是我相信你说 就是虽然我们这样说 但是在美国和欧洲想要改变这种概念 这种想法是相当相当之困难的 是 他们有部分的国家 是有法例是不准戴口罩的 嗯 好像比利时那些这样 就是 那就是你到一个文化的时候 你去到疾病本身 你怎样能够 就是适时间去扭转那种价值观 或者那种习惯呢 在欧洲和美国是相当之困难的 这里也要讲讲 就是香港人原来真是很灵活 是 就是这些很超前的 我和你都记得 2013年真的没有人想戴口罩 是 没有人戴口罩 但是2013年之后 一戴口罩之后 没有人会想着用一种 就是我们不戴口罩 这种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 就是如果那样东西是应该做的 香港人就很快 很快就适应到那个做法 这个是和其他文化合计不同的 是的 现在当然也要很小心 因为那个危机慢慢就由中国 就转移了去其他的地方 你说就算中国大陆自己都好 也都开始发现有这个 由意大利传回来的新确诊个案 而且带回来的 重要是 都是中国人自己 那样 你会发觉这个 就是真的变了一个 全球灾难性的问题 而这件事 真的似乎是两个星期之内 突然之间 就是去反映了出来 都挺恐怖的一件事 但是我都会补充一句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那些scenario 我们都讲到 世卫的专家没理由讲不到 也没理由预测不到 所以我很相信 今次世卫的高层 是要为这件事负责 以及日后要做一定的检讨 是的 是的 那我们第一次结束下 我们第二次再回来 好